所以這個是我們這一次的行程安排 所以如果大家有聽 我們就應該能聽到 整個七晚八天的時間 會在張家界住到四個晚上 對不對 第二晚跟第三晚住景區 第四晚我們又住回到市區 為什麼要住四晚大家知道嗎 因為我們來張家界 因為這一次我們行程的重點 風景最美的地方就是張家界 張家界就是小燕的家鄉 所以我們這一次去到張家界 是去看風景 風景很漂亮 所以我們會要住到四個晚上 那從明天開始 我們要入鄉隨俗了 要跟大家講一下 明天我們要去的鳳凰古城 他們少數民族比較多 除了有這個土家族之外 大部分都是苗族 苗就是一個草字頭加一個田地的田 這個苗族跟我們的土家族一樣 都是我們大陸的少數民族 所以去到少數民族比較多的地方 我們要入鄉隨俗 稱呼很重要 那所以也是請各位 像我們剛剛在長沙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基本上都是漢族人 那沒關係 但是我們去到偏遠的少數民族地方 請各位要注意了 那到餐廳或者到服店 也希望我們的服務員給你拿筷子 或者拿碗這些東西之類的 記住不要叫小姐 不要叫小姐 那這個小姐呢 在大城市 她是一種尊稱對不對 代表你很年輕 你很漂亮 但是呢 那在我們這個少數民族的偏遠的地方 我們當地的很多人呢 沒有讀過很多書 所以他們看電視 就以為 電視經常報導出來 說什麼什麼地方 抓了什麼什麼小姐 所以他們就會認為 小姐是那種從事特殊服務行業的人 白天是不上班的 晚上穿著超短旗 迷你群出來上班的女孩子 所以呢 去到少數民族的地方 我們要住鄉隨俗 需要餐廳的服務員給你提供服務 記住叫小姐 是沒有人會過來答應你的 一定要叫阿妹 或者是姑娘 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到時候跟我講 小燕我叫了半天都 她都不理我 那肯定你一定 有可能是叫她叫小姐 她會不高興 因為我們這邊的偏遠地方的人呢 文化程度不會很高 所以這是第一個 然後再跟大家 大家有看到 也還有一個女孩子 也是我的同事 所以大家這幾天 有任何的問題 需要我們幫助你們的 如果找不到小燕 大家也可以去找乙車導遊 那個導遊她姓你 木子裡 叫李飛 所以你叫她小飛就可以了 有沒有記住 小飛 是誰 有一個洗手間 那所以呢 從當地房價 就能夠看出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 所以你去上海都知道 上海的物價是比較高的 對不對 那我們長沙這個地方呢 最貴的房子 告訴大家 一萬兩千塊人民幣左右 那相對於其他大城市 房價只是其他大城市的一半 對不對 很多地方都是兩萬三萬 可是我們湖南最好的城市 首會長沙的房子 也僅僅是一萬兩千塊左右 所以從當地 就能夠看得出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 那除了這個房價可以看出來之外呢 我們當地的飯店也能夠看得出來 我們省會呢 五星級的酒店去到北京 去到上海 或者去到別的大都市 五星級的酒店搬到別的城市去平五星 絕對是平不上的 我們的五星級去到其他城市 可能只相當於其他 都是不錯的 早餐也是很不錯的 在我們整個的行程當中 小燕是比較實在的人 我們張家記的飯店都是不錯的 長沙的飯店也是不錯的 唯一的要跟大家提前報貴一下的 就是鳳凰古城的飯店 還有鳳凰古城的飯菜的口味 因為明天我們要去鳳凰古城 那這個鳳凰呢 它是位於湖南的最西面的一個小城 所以如果沒有發展觀光 這個地方沒有人會知道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的交通是很不方便的 那當地的這個經濟也是比較窮的 所以呢我們當地的這個飯店 可能就比不上其他城市的飯店 包括我們廚師的做菜的這個手法也不一樣 你就算你花很多錢 你給他很好的材料 他也做不出這個味道 所以要跟大家提前先報貴一下 因為鳳凰古城是我們湖南最西面的一個城市 經濟相對來說比較落後 這個是我們這一次的行程當中 相對於來說會稍微的差一點的酒店 不過在同等的這個級別當中 在數一數二的 有聽明白小燕的意思嗎 是不是都有在睡覺 喝醉酒了是不是 其實我告訴大家 我們土家圖的女孩子呢 是很喜歡戴眼睛的阿哥的 啊 自己來了喔 啊 對我就是說你 戴眼睛的阿哥 沿水 濕牆啦 濕牆 濕牆啦 濕牆啦 濕牆的地方 啊 濕牆的湖 濕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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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濕牆的湖 喔 濕牆的湖 濕牆的湖 沒有啊 在那裡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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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身高 身高一大半了在那邊 一米六了在前面 一米五的 放趴著 有啦 不是啦 前面要倒下 前面倒下來 你那裡就看不見了 不然沒有什麼好逆 有的 你怎麼說不見了 沒什麼好逆 要再在那裡 那張中間就這樣 要撿不起來 我打開一個 要來想要來 你要去可是前面就蹲下去 就不要那麼高 一、二、三 屁股大不大 一、二、三 屁股大不大 一、二、三 等一下,看這台 拍到一、二、三 一、二、三 來,這個幫我拍 小妹,小妹 我給你 一、二、三 我們要來接你來 我去接你,要一、二、三 這沒有人要是嗎 還要到,還要到 還要到 樓梯那裡 好 炸相啦,你們來囉 好啦 炸相好像有紀念 這裡 這裡 啊 這裡是長得的絲牆啦 人絲絕對的啦 哦 絲絕對的啦 對 這個地方好像真有客人的地方 哦 那有像 那像 那整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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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絲啦 哦 啊 好 怎麼 那 我告訴你 這裡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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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份저� 들어�اه慢 還是蝦 Then she may pick me up 她們是要坐下 請這個有入鏡喔 喔 你們今天 有學問一名 想坐10號嗎 坐10號 坐10號 先支持什麼 石牆 夾的啦 夾的啦 越差越來越了啦 這個有這樣的城牆啦 他還給他擋的啦 你看裡面 整修啦 那他幫他擋耶 幫他擋耶 幫他擋喔 還幫他擋那看 怕他擋擋 怕他擋 這腳呢被我們當地老百姓放獵物的且夾子夾褲 在那邊一直叫 然後呢這個劉海哥的前世 就非常的好心 把他的傷口用紗布包紮好之後 把這個狐狸精放歸山林 一千年農回之後 狐狸精呢變成了一個美女 想要回到人世間找他的恩人來報恩 所以在他們兩個之間呢 就有一段淒美的愛情故事 因為呢在以前哈 在古代 人和妖是互體相滅的 就好像許仙和白蛇的這個愛情故事一樣 也是想盡千方百計 要把他們給拆散 對不對 我們這個愛情故事也是一樣 當時呢他們身邊的很多的親朋好友 以及這個狐狸的狐王 都有反對他們 因為這個狐狸呢 這個狐狸精特別的漂亮 想要是狐狸精的娜為妾 可是這個狐狸精呢 他是要找劉海哥來報恩 想要跟他結婚生子 給他傳宗接代 跟他永遠的生活在一起 所以在這個柳葉湖上面 待會兒去到之後呢 我們會看到中間呢有一個島 那個島呢就叫做狐仙島 因為相傳呢 狐狸精當時就在這個島上被發現的 所以在我們常德 我們當地的很多正在談戀愛的男生跟女生相互之間 都會有一個愛稱 男生呢叫自己的女朋友叫狐大姐 那因為呢這個狐狸精 他變成了一個美女之後 他給自己取名叫做狐海英 這個湖呢不是狐狸精的湖 而是取自狐狸精這個湖的這個諧音 谷月湖 所以呢我們正在談戀愛的男生 叫自己的女朋友 不是叫大姐 這個柳葉湖 他是我們的一個淚路湖泊 他是淚路湖泊 所以去到之後你會發現有很多的牌子 上面寫的是上運動基地 因為我們這個柳葉湖呢 他其實是很大的一個湖泊 在很多運動會上面 我們除了有很多的田徑比賽 或者其他的比賽項目之外 運動會上面一般都會有水上運動的比賽 對不對 所以呢每當很多運動會在舉辦之前 很多的運動員呢 就會來到柳葉湖上面 做一個比賽之前的訓練 賽前的訓練 水上運動的訓練基地 我們待會兒去到之後呢 也可以在旁邊拍拍照走走 我們到時候也會跟大家 講一個集合的時間 好不好 很快就到了 來 我們在台湖上面 會有一個人去 你要去做他幫忙做你 你會有錢 先去這裡做 要不用做 要去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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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嗎 要去做嗎 我們正在開發了 那邊是壓力的 人家要做哈南做木地 沒有點 還有10年我不知道 做哈南做木地 我們沒有點過了 沒有點過 我們沒有什麼錢 非常第三 你這樣說嗎 你說... 南海... 我們台灣要等到旁邊 南海... 南海... 台灣等到旁邊 打到旁邊 這公園有 你不會進到旁邊 對啊 他們的公園都在... 那他堅持在地上 就在這裡很帥 好... 好像一般都在那邊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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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華島你啊 沒有啦 光華島... 日月台 在空間啊 光華島有行喔 不是耶 那這塊有行喔 為了懷念日月台 製造光華島 好 今天來 請各位一點車 準時上車 來了 來到柳葉湖了啦 啟湖 不要緊張 沒那麼緊張 有愛婦不算長豆的 對 長豆的 不會啦 希望你穿衛生褲的衛生意 光華島在那啦 光華島啦 有葉的島 有葉的島 不是 那是狐仙島 狐仙島 狐仙島 要有狐狸啊 狐狸在那 狐狸在那 要有狐狸 不是 狐狸大 一 一 來倒 你用照相機啊 不,我先錄一錄 你還說我來嗎 你又說我來 你又多昂 你們要留下 你要留下 好 有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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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